图片上的这三个人不是女子,是男子哦,乍一看可能像个女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脸部棱角分明,身材瘦长高大,肩宽体阔的,只有男人才会有这种特征。 你或许有些不相信,古代人不是很封建很传统吗?为什么这些男子会装扮成女人的模样?那时候就有一装屁了吗? 听我细细将其中缘由讲来,这件事起因于徽班进京,徽班是中国清朝中期兴起于安徽、江苏等地的戏曲班社,清乾隆五十五年,为给高宗弘历祝寿从扬州争调了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著的三庆徽班入京,成为徽班进京的开始。 在旧社会的戏剧舞台上是见不到女子穿戏服唱戏的,所有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扮演,即男淡。 早先是戏班里的那些男扮女装的男孩子色意双绝,引得一些达官贵人和公子哥的喜爱。 后来为了迎合这些达官贵人的喜好,妓院里面诞生了打扮成女子模样的男妓,借此博得这些达官贵人的欢心,并且从中获利。 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还有一些是特殊爱好,很多人都愿意花钱去南纪馆一读南纪的芳荣。 有需求就有供给,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于是在当时的北京八道胡同就大肆兴起了南纪生意。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八道胡同是烟花柳巷之地,遍地都是纪馆,就因为达官贵人有了这种看男扮女装的喜好,于是南纪馆在八道胡同就成了普遍现象。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5年,这六个人都是八道胡同里的南纪,他们身材高挑,体格迁细,换上女子的装束,看起来与女子别无二致。 特别是那种容貌秀气的男子,由于天生容貌俊美,即使打扮成女子,也没有一点粗乎。 容颜甚至比真正的女子更胜一筹。 这张图片里的两个人也是男子,他们是南纪馆里的南纪,两人皆做女子打扮,站起来的那个是南纪馆里的使唤仆从。 而坐着的这个男子容貌俊美,则是用来招客的南纪。 南纪装扮好之后,就要来接待客人了。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清朝南纪真实接客的情景,怎么样? 这个男人扮起女子来,是不是看起来十分美艳?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揭秘惨遭蹂躏的宫廷南纪。 同性恋自古有之,有天生的,也有后天因某种原因成为的。 就像其他人群一样,在同性恋人群里也有出卖肉体的,那就是南昌。 南昌也是自古有之,就像妓女的历史是一样的漫长。 男人做昌,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异性和同性的玩弄物,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有。 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肤权意识积淀深厚,对南昌现象使汉不正。 其此闪烁,败海难寻。 主流社会一直鄙视南昌,认为男人卖淫远比妓女以门卖校出卖色相肉体更加令人厌恶。 因为南昌是男人的至上尊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南昌除了为女人玩弄,还为喜欢同性恋的权贵男人做准备。 史记上记载,把这种南昌称为男宠、男色、顽童、卵童等,现在的称谓是MB。 《说院》中记载,迷子侠有宠于魏灵宫,常有母籍,妾驾军车已出,灵宫闻而闲之,一日于灵宫游于果园,食桃而干,以其余献灵宫。 灵宫语,爱我望其口言寡人,这就是分桃。 至于断绣,都是很熟悉的桥段了,这儿就不多说了。 自此,这样的同性恋行为绵延不绝于书。 明清时在福建、广东、北平等地,同性恋的未然成风,女友归中逆友,男友弃歌弃地。 清代还有条法令规定,幽灵的子孙,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不许硬科举考试。 这条规定间接说明当时同性恋的风气盛行。 福建人的同性恋亲密关系,应该是全世界的同性恋的楷模。 他们在肉体上相通,在精神上追求忠贞不渝。 在经济上,甚至连弃地、后日生计及取妻诸匪都要承担起来。 沈德福分析,福建近海,明代海盗出入如麻,船上既会有富人同船, 所以同性恋由此产生。 这个说法在现在看来有点牵强,就是发生同性行为,也是境遇性的同性性行为。 福建人互称气歌气地,经师称之为小畅。 宋徽宗赵吉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玩女人乐此不疲,玩男人也纵欲无度。 他的宰相李邦岩和富相不好好辅助君主,专门迎合他的淫欲。 虽为相,然是徽宗考吉线。 徽宗饮酒,富相短衫窄裤,说着银词浪语。 李邦岩更是戴着各种面具和穿着各种衣衫, 扮出各种姿态取悦徽宗。 据说三人经常三辟。 武宗也好色,有次通过莽昂见到了长得英俊威武, 肌肉发达,身材健美的一介武夫江兵,十分喜爱。 何况江兵口才不错,武宗更是痴迷, 当夜就留宿,一夜狂欢。 竟比武宗其他的男宠不知好多少倍, 洋务巨大,坚挺无比。 只要武宗需要每次坐得寒畅淋漓, 每次都设给武宗满满的。 武宗干他的时候, 屁股结实圆滚,极有弹性,大爽也。 武宗不由大喜,惊为天人, 便留下江兵同居起来, 就像一对夫妇。 江兵得宠,开始肆无忌惮, 玩腻了武宗,要玩女人了。 马昂求他办事, 他早就垂涎这人的妹子的姿色。 马昂妹子虽然嫁人,也是一贱人, 见江兵如此喜欢自己, 就愿意进了宫中。 因夫贱妇, 整整在屋里昏天黑地地搞了三天才出门。 武宗不但搞了江兵, 江兵搞了这人的妹子, 武宗又搞了马昂, 觉得马昂又是另外一种滋味, 心下喜欢, 就赐官给马昂。 江兵还带着武宗到处寻找美色, 二龙细凤,荒废朝政。 帝王如此淫乱, 但老百姓的同性爱, 倒是爱得可歌可泣。 在尔潭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平常百姓家里的男儿喜欢当兵的, 又没有地方做爱。 当兵的有天晚上在仓库值班, 出入的人必须登记。 那个男儿冒名顶替来到仓库见当兵的, 两人就在仓库里做爱, 大战三个回合。 百姓男儿还一游未尽, 刚好遇见有个美男出来赏月。 百姓男儿就去调戏美男, 美男大怒, 赤骂。 百姓男儿仗着有当兵的撑腰, 就把美男打死了。 当兵的说, 君为我治, 亦不可忘, 我当代劳。 死求两年, 两年间, 百姓男儿竟然连给当兵的送饭这样的事情都坚持不下去。 士兵于是看透男儿的薄情, 就揭发, 男儿入狱。 在男儿行刑前, 当兵的又说, 取随负义, 非我出信, 我终不令取毒死。 于是, 一触目死尸旁, 一个士兵竟然为了他的打死了人的男情人, 去承担责任, 为他偿命。 这不是为了一腔情爱何至于此? 只是那个百姓男儿事宜市井无赖, 自己惹祸不敢当, 难怪士兵怨分。 但在男儿死后, 也不愿他毒死, 就触目以死相随。 这些事儿,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南昌和同性恋, 有时候胜于恭维之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